106年消防特訓班結訓典禮 日全於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盛大展開 547名學員們也展現活力 並讓民眾看到他們精實訓練的成果 內政部消防署副署長謝景旭 在日後投入消防工作時 都能將所學實踐來服務社會 明年一元月份就要投入我們各消防單位裡面 他們可以收支我們消防的生意金 也是我們消防的希望 從今天演練裡面 我相信他們的家長都很放心 他們都很安心 他們的指令交給我們來訓練 他們今天的表現可以說充滿活力 充滿了朝氣 充滿了幹勁 我想他們今天演練非常成功 我們對他們未來在消防領域裡面也寄以厚望 在這一年多的訓練時間裡 每位學員不只要鍛鍊體能 還要學習各種專業知識並考取證照 對他們身先都是相當大的壓力 但面對一道道嚴格考試關卡後 他們也終於順利結訓 這一年真的學蠻多東西的 就是光是證照我們就要考七張證照 那其中最難的就是救助訓 救助訓就是真的很考驗體能 還有一些就是繩索的技巧這樣 那就是這兩個月就是真的就是 大家一起互相扶持努力才可以度過那個壓力 在經過漫長的訓練過程後 學員們順利結訓將投入消防工作 學員們也表示將會秉持初衷並發揮所學 在日後幫助更多民眾 很辛苦一度想要放棄 那就是同學還有教官都非常的鼓勵我 幫助我讓我可以挺過那一段困難的時光 將來下分隊以後我想要秉持著初衷 想要救人幫助別人的心 那好好的把自己的分內工作做好 希望可以發揮所長 然後投入救災第一線幫助更多人 議長和正峰恭喜消防特訓班學員們能夠順利結訓 也期許他們日後能夠發揮所學專長來為民服務 記者盧宇凱 竹山採訪報導 記者盧宇凱 関 Spider 5G 陳箕